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大家 晚上好 先確認一下大家有沒有走錯 今天是劉德華的簽唱會 不是喔 剛才進來有一個人說 因為我們也是第一次來這個場地 他說這是辦什麼活動 我說你來參加什麼活動 他說參加劉德華簽唱會 今天其實是我們EMBA有一個群組 叫做慈善公益群組 第一次的網友見面會 第一次我們都沒有見過面 所以都很陌生的感覺 那果然就是如傳說中的 只是報名82個 來了現在幾個 20幾個吧 不 三十幾個 沒有 陸續會來 一百 會來 聽說會來七成 聽說猶豫的江澤 為什麼要限定獨職 不是 你場地有限制 場地有七十八 本來要租大巨蛋 可是還沒蓋好 對 你嘴喔 你給他站著筋都可以 喔 真的 可以啊 你賣的站票 你也太會寬的 這七十八幾個都我還去買票 今天我們很高興 很榮幸邀請到唐鳳正偉 來跟我們講一個很棒的主題 是從社會企業到社會創新 這兩個 其實社會創新是我們那個 EMBA在我們謝老師 這幾年我們台大EMBA的一個主軸 所以那社會企業是這幾年 從2016年吧 就一直來到這邊 那兩件事情怎麼合在一起 那當然講這個主題 就是一定要有國內最權威的 因為唐鳳正偉就是負責 開放政府跟社會企業的政務委員 所以他就主管這方面的業務 所以今天由他來講 就會從各個面向跟我們講這兩塊 對於現狀或者未來對台灣的影響 那接下來就記住大家熱烈的掌聲 這個可以嗎 來 歡迎 趙鳳正偉 謝謝大家 網友見面會嗎 那好吧 直接就借一下大家的手機 請連到 Slido.com 手機上面應該有瀏覽器 打開瀏覽器 然後就要進入 slido.com 就是 Slido.com 然後上去之後 對 應該這邊如果沒有Wi-Fi 應該也有四局 沒有四局的話有該個想問的問題 就請坐右邊的朋友幫你管 那在上去 Slido.com之後 他會有一個數字 那不用說一個警號 就今天日期 請問大概就是 0507 那書 0507之後 就會到一個匿名的聊天室 那這個有兩個特色 一個是說 因為大家都在滑手機 那問問題都是匿名的 所以你也不知道是誰問的 所以我們也試過說一定要舉手 舉手就會受到一些比較禮貌的問題 但是匿名的話 就會受到一些比較有實質討論意義的問題 所以這是今天是匿名的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你看到別人問問題 或就是打個招呼 如果已經進去可以試試看留言 那只要有人開始問問題 或留言的話 他旁邊會有個讚 那你只要按讚 他就會旁邊跑出一個 就是 Like 的這個數字 那我們在這個介面上面 他是 Like 的數字 越高 他會越會跑在上面 那我待會兒就會 先花個五分鐘、十分鐘 跟大家對我在行券裡面 雷修的企業有關的 做一些報告 那報告完之後 那報告完之後呢 就會按照這個順序 來處理大家的問題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請問問問 對 好 那我們就看大家累積一些問題 然後我們就一個一個來處理 那中間 我們就一路到九點中 應該是沒有休息 但是中間如果大家隨時要 就是進出的話 都是非常歡迎 然後在過程裡面 如果就是任何想要追問 或者是想要有什麼想法的話 所以是舉手或不舉手 就可以直接發言 那如果到九點的時候 大家都已經沒有想問了 那在樓上面沒有問題 我們就提早結束了 不過這種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 所以這次大概不會發生 OK 好 好的所以我們就直接開始 好 那我就像剛才這個主持人介紹的一樣 我在新建議裡面 目前負責三個業務 那最主要的就是社會創新的這個業務 那還有開放政府的業務 那第三個是青年參與青年配例的這個業務 那這三個其實是很高度相關的 但是我們今天因為是以社會企業 跟社會創新為主題 所以我就挑這個業務來講 但是大家問問題可能 可以不限於這個 如果對我其他業務 或者不相關的事情 都要有什麼反向詢問的話 就隨時在slide的下面問 在那裡 沒有人知道是你問的 我們現在在新建議裡面 在討論 可能是前面頂一台的燈 而不是 而不是 對 其實是稍微好遠 好 其實是後面誰 有問題 對 這樣 可以慢慢調整 慢慢調整 好 OK 這樣可以 謝謝 那我們繼續 好 我們在行建裡面 現在做政策制定的時候 常常會 就是 有一個狀況 就是說 政府常常像是 中間的線跟繩子 我們如果是用 上個是自己的政策制定的 治理模型的話 大家一般想要是 不外乎兩個角色 一個是資源的協調跟分配 這樣一個角色 然後是要在中間 當一個仲裁者 確保說大家都不要 蒙受什麼太大的不利益 第二個是要當一個組織者 確保說社會上的各個不同的利益關係 能夠聽懂彼此來做什麼 而且可以透過恰當的單一政治 等等這樣的方式 來彼此連接在一起 然後知道彼此想要做的訴求 那大概在最近十年 我們就看到說 大概就是 社會創新政策企業這個詞 開始流行的這十年 同時有一個趨勢 就是手機嘛 然後社交媒體 社群媒體的趨勢 那這個趨勢就造成說 其實民間就是 各個利益關係的 你可以想像 公共利益跟 就是私人的利益 或者是說 開發跟環境 當然我們在做很多政策的時候 都會有各種不同的利益關係法 他們之間自己組織的能力 已經遠遠高過 需要靠政府或代議師 或主要媒體來組織的能力 所以直接發生了兩件事情 就是第一個 政府本來組織的這個角色 弱化掉了 就是任何人現在只要 願意馬上救個團 就十萬人就上街頭 他不需要有一個代議師 來幫他們去做組織 或一個主要媒體來做組織 那第二個是說 政府本來的那個分配 或者是說 在中間找到一個 權衡的這樣子 一個仲裁的角色 所以這兩邊的組織能力 越來越大 或各方的組織越來越大 這個繩子 它會越來越強 然後到最後 出去好像有點崩斷的 這種感覺 那我們在地球上面 目前越民主的國家 就是原來自由自行組織 只會決策自由 越大的國家 那人民就越不相信政府 這個是一個全世界的一個狀況 就是民主推廠 Democratic Recession 那這個的原因就是 因為說政府跟人民的距離 並沒有變遠 但是人民跟人民之間的距離 變得非常非常近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相信之下 那種這個神情啊 或者是提一個什麼提溫啊 要等14天或60天 才能有一些不痛不癢的溫飲 這個感覺上就距離非常的遠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政府的公信力 越民主的國家就越相降 那我們現在 在推行各個相關政策 所謂的開放政府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政府可能 就不會再去 那麼自助去問說 怎麼樣才是 我們幫大家想的 最公平的方法 怎麼樣才是 我們幫大家想的 把大家最執在一起的方法 這兩個問題 就越來越過世了 那我們現在試著問的是 另外兩個問題 一個是說 大家雖然有各國立場 但是有沒有一些共同的價值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有共同價值的話 能不能找到一些 大家都能夠接受的解決方法 這些方法 可能是新的解決方法 那對大家都沒有壞處 都有好處 那這個講起來非常的懸鬧 所以我們馬上來看實際的例子 就是說我們如果純粹是 以環境或社會利益 跟就是 所謂的商業的利益 要怎麼樣子 讓它能夠越賺錢 但是對環境或社會越好 所謂的社會企業 其實台灣早在有這四個字以前 我們就有很多非常成功的社會企業 大概都二十幾年了 這邊三個的代表性分別是 因為他們是合作社的組織型態 跟PO的組織型態 跟公司的組織型態 也就是說不管哪一個組織型態 在台灣都已經有 投入二十年以上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生態系 那這個生態系裡面 所有人他就是越投入 這個公益的使命 就越能夠照顧到 那商業的利益 也就越能夠照顧到 那當然在最近 社會系列是四個字出現之後 很多的年輕的朋友 他在做創業 或他在做自己的生涯規劃的時候 都會去想說 那我怎麼樣 健顧我自己的 就是商業上面的一些 經濟跟公益上面的好處 那像天府城市 是我常舉的一個例子 它是一個設計團隊 它做的就是社會設計 社會設計 社會設計 那社會設計的意思就是說 它透過不是像 產品設計去看 一個一個的東西 它是看整個服務 以及社會上面 大家所有在這個服務 從頭到尾 它到底碰到哪些人 碰到哪些店 所謂的它 touch point 那它做的事情 就是很有喜愛的 去看這個社會上面 所有被叫做弱勢者的地方 反正它試著找到一些地方 它翻轉出來 變成它是優勢者 那後面像說 它前幾個案子之一 是跟喜愛美爾回座 那他們去叫喜愛人畫畫 他們就開始說 喜愛人畫出來 像這個犀牛隊長 或待會我們會看到 很多喜愛人畫的畫 其實是非常的 非常的有同趣的 然後你要一個 一般的做設計的人 去想這麼多original idea 它不影響得出來 那是有它自己 一個很特殊的一個優勢在 那又或者像說 它有去恩盲人合作 像各位可能有聽過 黑暗對話的社會企業 對那就是 在一個全黑的地方 然後當公視營 但是引導師 非常有自信 就是盲人 那個公視營之後 你就看待盲人的方法 就不一樣 就是在它的這個habitat裡面 它才是優勢的 我們才是弱勢的 那所以天空城市 實際上有系統 也有一個去看 那他們最近的一個計畫 就是看接脈症 接脈症我應該不用多介紹 應該大家都知道他們的狀況 就是說很多是有身體上的障礙 那有一些社會上的一些障礙 那它是需要做維吻 那維吻上面 會有一些可笑談 或一些維生紙 那天天山他們就是用 所謂服務設計的方式 去看說在這個社會關係裡面 目前的痛點有哪些 那舉例來講 其實我們很少人知道 接脈症他真正的更似參考的是什麼 他絕對也不會給我們一個 所以他就先坐在那邊 然後說你先消解型型號 那這個情況下 你不是很清楚說 他跟JP過 他後面的那個flow到底是什麼 那這樣子就比較沒有擇心 就是說你會覺得說 一有疑慮 我把錢拿給他 真的對他好嗎 那第二個是說 他的這個形象 他的interaction 的mode 是非常的單一的 所以一次可能就是 你覺得好吧 被他賣了 那第二次第三次 你繼續跟他有transaction的時候 你並不會更了解他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他的形象 並不會 就是他比較沒有做CRM 那第三件事情 就是他的哪一個商品的單價 不管是衛生機 也好或相同也好 其實比其他 的便利商店 也並沒有比較便利 所以其實 完全從這個三萬全的角度來看 你也沒有必要跟他買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說他把他的互動的方式 做了這樣分析之後 並不是點點像是自己去解決他 而是他就去結合 台灣已經很盤撥的 社會企業生態系裡面 正在解決這些問題的人 然後告訴他們說 你可以把所有這些 你們正在做社會企業 聚焦在這個題目上面 然後你們就可以做很多的創新 那舉例來說 台灣有一個比較 人生百味的社會企業 可能就是台灣也有很多 像福劇家這類 就是做福劇的社會企業 那他們其實是很厲害的 他們可以把一個 就是看起來 貓國經驗的輪衣 它變成一個 就是很棒的一個電動車 就是一個貓國station 那在這個上面 不單是有一個螢幕 它可以輪播一些公益廣告之類 下一個的時候 也可以遮起來 當作雨車 然後都是非常人體空穴 可以轉90度 我們待會看到它的設計圖 那第三個是說 它會去找一些場域 好比想說 六月的時候 他們會從台北市政府 開一台出去 那他們為什麼 能夠這樣做 因為台北現在要當公平貿易制度 所以在上面可能 就不是合唱或衛生紙 而是可能是公平貿易的茶 或是咖啡 這些就是更多元的產品 來切合這個城市的需要 或未來開中央斑滑波 可能就會有一些導覽 周邊產品等等 但我覺得 特別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說現在我們 大概都會是使用網路的力量 所以他們就是在群眾物資平台上面 發起了一個群幕 那這個群幕我也有參加 他們要募80萬 但是很快就有 就破百萬 這個是大家都覺得很好的注意 但它群幕的重點 其實不只是讓這台車的形象 是有人形 而是說 當你掏了錢 不管是掏50塊 500塊 還是1000塊 你就會覺得說 那我是有一份的 就是所謂的持份 所以在我們的那個 群幕的留言板上 你會看到大家 即使往你一直提 大家可以處理說 現在有台帳這樣的時候 我們可以拿來做什麼 好比像說 在愛台灣的熱點 不太夠的地方 它可以到無線網路的熱點 好比像說 如果你的手機沒電了 那你可能就可以 它有三條充電線 你可以坐下來 它幫你充電的同時 然後充一杯 公平貿易的咖啡 或茶給你喝 然後這個時候 就更了解它一點 然後手機就可以 閃電快充就充好了 那又或者是說 它的車子 前面有一個置物櫃 後面也可以掛傘 所以它也可以變成一個 掛來行李散的地方 甚至變成社區 就是界完散的一個地方 所以隨著這樣 每一個主題的提出 它就 這個堅耐者 就更從大家覺得 它很弱勢很可憐 慢慢變成是說 沒有誰像它 這麼有優勢 可以在城市裡面 提供這麼多樣的服務 所以就是說透過服務 設計的觀念 結合現有社會企業的生態權 然後來達到我們 對一個社會上的一個人的 或一些人的看法的扭轉 那這個就是社會企業 透過結合 然後來達到社會創新的一個例子 還有非常多例子 那我這邊就是先直舉一個例子 那我希望有人問問題 走 過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問題 好 OK 又 這個兩位朋友說 這個创新的證明 這個我們就 就這樣 OK 然後 有兩位朋友想問說 社會創業它必須要兼顧什麼呢 就是社會的目的跟商業的模式 它的難度是比純商業的創業高的 那是不是認為說 應該要鼓勵青年來 創持社會創業這非常好的問題 社會創業就是Social Entrepreneurship 它有一個定理 就是你有一個創新的助理 透過 Entrepreneurship 達到一個商業模式的永續 所以它是從社會創新到社會企業中間的 那個動作叫做社會創業 我們目前呢其實 因為之前在馮彥老師的時候 他是同時管青年創業 跟管社會企業的政委 那所以這兩個概念 我們在前一個政府的時候 有時候都混在一起 但是我們現在是完全不是這樣子 就是說其實 我們現在是要做輕民共創 就是說我們發現說 在社會創業的過程裡面 通常成功的團隊是有 已經到壯年或中年以後 他已經創業成功過四五次了 然後或至少兩三次了 然後他願意貢獻他的創業的經驗 甚至他已經退休了 他是完全為了 就是帶著年輕人做好事的 這樣子的方式 那他有相當多的經驗 那又有這種用很 就是fresh的方式 來想事情的這些年輕人 那而且還要有離離關係的人 就是如果你是做 比方要照顧接賣者的 那其實最好的情況下 是你創業團隊裡面 就有當過接賣者的人 或是做更生人的 那最好創業團裡面 就是有更生人等等 就是說只有結合利益關係者 跟不同的世代 還有不同的領域 我們看到社會創業 他的成功的幾率是高很多的 那如果純粹就是一群年輕人 他很容易只從需求端出發 那對他們當然還是有學習的作用 但是對於這個創業的過程 不一定有很好的這個成功率 所以我們現在在輔導 或者是在找這個 community的時候 大概都是去找這種 有各種不同的經驗 不同的年齡 然後以及不同的領域 對人 然後有一位朋友想問 這個政府的社會創新 之間的成效如何 這是非常好的問題 我想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現在政府的 社會創新的行動方案 其實還沒有真的推出 所以沒有成效可言 我們之前有一個四年期的 從就是五年前到一年前的 一個社會企業行動方案 那個是馮雅老師理出來的 那我們現在應該是即將要送到行政院的 一個社會創新行動方案 那這個中間隔了一年 這一年發生什麼事情呢 這一年就是我們去改變了 我們對於社會企業的一個看法 在社會企業行動方案的時候 政府是想要讓這個全台灣都了解 這四個字 它是一個好像是一個理念長導的這個概念 那我們覺得說 尤其是上個週末的那個明日亞洲 就是一千五百人的休息年會在台中 其實相當地成功 然後我們覺得說 這四個字 大家知道這件事情 覺得這件事情還不錯 我覺得這個階段性的任務 大概已經完成了 就是按照聯合報跟那個 新展銀行的調查 在台灣你隨便在路上找五個人 有四個人會跟你說 社會企業是一件好事 這樣子 這是一件好事的這件事情 大概已經深入人心 所以我覺得 就是我們不一定要 再繼續往這個方向去做 但是呢 同一份調查也指出說 你是在路上找五個人問他說 你講不講得出一家社會企業 他的音樂模式是什麼 他的名字是什麼 他到底在解決什麼時候的問題 五個人裡面 只有一個人講得出來 所以這個狀況就是所謂不明決立的狀況 是說我不知道這是什麼 我覺得他很厲害 所以就是說這個不明決立的狀況 其實是顯現狀 就是說目前的情況真的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比較不是說再去洗腦大家說 這是一件好事 而是說要讓大家知道說 這件事情不是只是你偶爾想做 善事的時候可以做 而是說 你是一個 好比像說一家企業 或者是一個大的組織的一個工作者 要知道說 這個是你的supply圈的 上游下游都存在的東西 你跟他結合之後 對你自己有什麼好處 那這個我覺得才是 我們下一個階段 比較需要做的事情 那為了做這件事情 我們花了一整年的時間去 諮詢全台灣的所有正在做社會企業的朋友 那我們的基地是在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它是在台北這邊 大家可能知道 建國花石跟玉石 它在就是以前空總的那一塊 現在空總是文化部 我叫文化部空總當代文化實驗場 那裡面的就是東南的那一角 我們有一塊就是兩棟建築物 叫做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那社創中心它的特色是這樣 就是它在開幕的時候 它是長這樣 那很漂亮 然後這個也是美食都歡迎我過來玩 那開幕的時候 當時這邊是完全一塊廢墟 然後立下室的鹽水 然後我們當時在做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把所有 想要用這一塊地方的朋友 所有正在做社會企業的朋友 都直接邀到這個地方 我們是透過共同創作的方法 就是把平面圖彈開 然後大家想到什麼 就用便利鐵鐵上去問白板 去把它整理的這個方式 修建大概一百多家朋友的一些意見 那這個就跟以前政府一樣做運程 或做工廠 或什麼創客工廠 是完全不一樣的 就是說我們這是純粹需求反應的做法 所以像這個也是寫航耳化的一個足球場 這個你要我畫還畫不出來寫航耳 真的是很厲害 對 那所以他們當時他們的要求 就不是我們一般政府的採購案會有的要求 後面上說 大家最大的公司就是一定要一個廚房 那個廚房一定要是非常professional的廚房 而且要一個註點的廚師 所以我們現在一個註點的廚師 要吃大陸 然後他說每天都要開到半夜11點 因為通常是吃完晚餐之後 大家這個舊筆飯 我之後 idea 才開始激盪出來 那如果在別的這個公司館空間 那個時候八點多就關門了 就要趕邊再去另外找吃的地方 很不方便 所以這個地方一定要開到11點 所以我們有兩班的警衛都開到11點 然後他們又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個空間本身要不斷的運動式的修正 所以他們希望政委 就是當時主持的這個我 就是希望每個禮拜都要在這邊 所以我每個禮拜都開一邊 就是我每個禮拜三 從早上10點到晚上10點 我都在公眾室床中 所以任何人只要願意 他跟我的討論是公開上網的 那就可以直接來找我說 我覺得這個空間應該怎麼蓋 我覺得這個政策應該怎麼蓋 我覺得這個政策應該怎麼蓋 我覺得社會企業的行動方案 應該要怎麼樣修頂 變成社會創新的行動方案 那我用這種方式作為office hour 那經營的是相當的順利 也有非常多人帶著很多題目過來 那大概round了大概快遇過之後 我就發現說會來找我的人 如果不是住在台北的人 就是住在高鐵站旁邊的人 那時候其實我們社會企業 是幾個社會問題 全台灣各地的社會情況都不一樣 雖然社會企業都不一樣 但是你要長途跑來台北 真的是成分很高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很多人還不知道 有這件事情不會make this trip 所以雖然我們在這邊辦了非常多的活動 但是就跟以前的政策制定一樣 它區域平衡的狀況還是沒有非常好 所以我在那個之後 就馬上改了我的方式 就是我現在變成禮拜二 就不只是禮拜三在工作 禮拜二原則上是雙周 但是很多時候是變成每周 我就是巡迴在四個不同的行政院的聯合服務中心 然後在那個區域的 或者是雅南或者是花蓮的修理企業 就直接告訴我說 我們知道花蓮地震者 他們最需要的什麼部分 觀光區的什麼三三五方 要怎麼調整 或什麼所有台灣在地的 就是那一陣子 所有在最關心的事情 我們都用作談的方式來討論 但是作談不是只有我下去而已 而是說 如果這是花蓮的話 那同時在台東 台東大學也會有另外一個視訊的點 然後我們透過視訊一起來討論 因為台東到花蓮要三個小時 那每一次我這樣子去巡迴的時候 在台北在空總 就有12個 所有跟社會創新相關的部位 通通都在空總 所以他們其實養成了 就是每兩個禮拜二 就去空總報道的一個習慣 那所有都坐在這邊 然後等於是透過我的攝影機 去看到我們台灣的哪個角落 正在處理當地的時候 問題的時候的企業 那他們就會發現說 中央置頂的政策到地方 實際落實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是不見如人意的 那我們現在的做法就是說 我們固定每雙周 往到下一個地點的時候 上一個地點的數字表就要公開 然後上一個地點 所有的問題都要有初步的處理 那我兩個月之後 回到同一個地點的時候 所有兩個月之前提出來的問題 都要有具體的回應 然後都要解決 如果不解決的話呢 我也不知道怎麼樣 因為目前我們都要解決 因為目前我們都要解決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事情 因為這樣的關係 同仁都覺得一定要解決 所以就是院長 我這樣開始了 沒有多久之後 現在院長就上任 那他也開始做一樣的 那他是 產業創新的巡回 那我現在就是在做 社會創新的巡回 那這兩個事 是同時變形的 所以 因為因為有這樣子的 就是收縱的方式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 社會創新行動方案的時候 我基本上就是 實際上幫助個體解決 社會問題的朋友 解決他們的問題 而不是說好像政府 反而去造成大家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我們是 完全需求反應式的方法 來解決問題 那我們在處理的 就不只是以前的 這種社會企業 就是具有商業模式 然後有社會的價值 然後可以是各種組織型態 而是在這個 光譜裡面的每一點 他只要願意去 同時有 不管是他的商業模式 還有社會價值 能夠跟這個生態性接軌 那我們都把它當作 是這個方案的朋友 那只要是這個方案的朋友 大家都很可以 在我們的這個登錄上面 在我們學習 我們做的它上面 用各種各樣的方式 讓我們知道 就是大家要做的事情 然後呢 我們就會用各種方式 去幫助大家 所以在這邊呢 這個分工圖 就跟一般的 所謂的利用橋組 不一樣 它是一個平台 那每個部分 包括法規調適 創新運程 這些都是需求反應的 如果有人來 跟我們說 連這件事情要調適 我們就發現說 這個行政院 好像有31個部會 裡面其實是30個都是很Po 只有中央銀行是要賺錢的 所以這30個很Po 其實每個都有自己的 年度的使命 就是它的實證方針 所以它的使命 跟這些社會企業 要推動的社會 環境使命 如果相符合的話 那就是互相 比較像檢查 就這樣一個關係 固定每兩週 或每一週 能夠彼此之間 保持一個對話 那這個過程裡面 就不是說把它當作搶上 或當作被扶持的對象 而是說 有些事情政府來說 真的就是做得沒有那麼好 像分轉接賣者這種東西 你如果完全用KPI的角度來做的話 絕對不可能像剛剛社會設計做得那麼好 所以這個時候 就是把政府做不到的地方 或是一年只能轉向一次 政府轉向很慢 所以轉向之前 就是先去試 就是下一次轉的方向等等 這些角色 慢慢的都交給社會企業的朋友們 所以這是我們目前做的事情 那當然現在 就是各地大家在反映說 這個我們要公司現在經營設計的話 我們的社會責任 我們都現在章程裡 章程裡面公開 所有這些部分 我們都在公司的修法裡面 目前的院辦 就有把它take care 進去 那希望這個會期能夠同步 所以這個是 我們在新春天做的事情 大概就是 就是先有法規命令跟法律 然後有一個方案 然後有一些錢 然後有一些錢 再來是解決這三個來做 這個社會創新的工作 好 那 有一位朋友 這個 注意我簡報資料放大是什麼軟體 OK 它是 我現在用的就是slido slido.com 任何都可以使用 那 那是免費的 然後我現在用的是一個 簡報叫做goodnotes 那它是iPad 然後配就是iPad 然後我可以作用的一個軟體 然後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那 主要的預言 希望可以 讓我保持用筆的形容習慣 我不用自己再去選一套 這個 造作形容 對 對 朋友問說 這個 謝謝您知道的做主 Tons 昨年來一開始曾經表示 台灣曾經是電腦王國 但如今 世界已經走入行動移動的時代 台灣卻沒有跟上腳步 巧合台灣政策在實現時代 無法改進跟上時代 台灣的人才會有時代的景 請非常政府 如果在這方面努力 確實是這樣 我想說 人在外游跟神經是問題 問題是有沒有對流 就是說 我們最希望的事情 是說他外游一陣子之後 就回來 那同樣道理就是 如果在以前台灣的人 然後跟新加坡人 一直找到一個題目 起床的業 90%的機率 是就跑去新加坡開公司 對不對 那這反正使不到的機率 是新加坡人跑來 我們這邊來 那其實就其原因大概就是兩個嘛 一個就是 他的居住環境的友善的程度 就是之前我們的移民政策 是僅次於日本的不友善 所以他其實沒有任何道理來 來了也沒有辦法很容易拿到拘留 三個月又要跑走 不然就是要投資一大筆錢 然後又不會這個 可以很容易變成台灣人 所以其實就沒有道理要過來 那第二個是說 來了之後 就是做了這個題目之後 他取得了資金 以及他就是融資 以及增資的過程裡面 他對於他自己的這個social mission 或他的這個創業的mission 他的掌控的程度 有沒有足夠高 那這個同樣的 也是公司法的一個問題 那雖然我們之前 有所謂Viso新公司 他可以有透過 什麼黃金股啊 特別股啊之類 可是這個大概就是撐到 種子了 那大概到Alan的時候 其實目前的Viso新公司 也不一定能夠滿足大家的需求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在 就是外國人才專發 跟公司法正當思想那裡面 試著把它解決掉的 但是當然把它解決掉 然後我們現在發出了四個月 一個月的金卡 他可以同時有這個就業啊 然後就是所謂的居留證啊 然後等等的這些部分 他就不需要再找到一個 共助過頭自己大筆錢 可是這個只是剛開始 我們雖然發給了 相信是去那種YouTube的 這個創犯人 相對上來講 雖然我們現在帶來台灣 是變得比較容易了 然後會比較能夠享用 這樣子的就是剪刀之類的福利 但是我們要怎麼樣子 讓大家的這個習慣 變成是擁抱創新 或覺得說 創新是一件好事情 那這個其實是 這一屆政府 我剛進來就是 大概一年半以前 就花很多時間在做的 那各位朋友可能有聽過 那個金融沙盒 就是Fintech Sandbox 的這個法案 全民常常叫 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之類 那如果不是很熟的話 我先講一下 金融沙盒的一個概念 因為我們後面會有很多的 不同的沙盒 金融沙盒的Sandbox 它的概念是這樣 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有一個想法 好像AI理財 還有比像說什麼 加密貨幣啊什麼之類 那你要經營一個商業 這個商業看起來就是 金融會不會管的東西 但是呢 你的要碼資本本沒有那麼高 要碼是說 你在做這個題目 就是保險不像保險 借款不像檢查 證券不像證券 金融會根本不認得你是什麼東西 那在此之前的狀況都是說 那它就是直接就不准 那你就變成是 就是地下交易 或者就跑去新加坡了 但是呢 我們就現在有一個 沙盒已經三度通過了 就是說 你可以說 我接下來六個月就是要違法 然後我就是挑戰 金融會主管的那幾個法律 那而且呢 我們比新加坡 以及其他別的國家 更多的是說 你可以挑戰 無視金融會主管的法律 你如果覺得交通部的哪一個規則 這個你 對你的這個 operation有 有妨礙 你像講的處理有 你也可以說 那我覺得這個法規命令 或這個要點 或者這個罰款 在我的實驗期 我覺得不應該使用 你也可以挑戰 交通部的 你也可以挑戰 法務部的 反正你覺得 法規應該要因為你而改的 你就可以說 那我接下來六個月 想要為這些法規命令 那當然有些底線 法務部特別 我每次講的時候 法務部特別 我強調說 你不能說 我試驗六個月自助恐怖分子 我試試看六個月洗澡 會怎樣 真的還是沒有辦法做的事情 但是除了這些紅線之外 It's all fair thing 你可以挑戰任何的法規命令 只要你做的是 free tech 就是金融科技 那這樣子 六個月之後 當然整個社會 利益關係 實際 進來的 在一定的部件 的風險上線之內的人 就會有一個多方利益關係的討論 那討論就會 一起來決定說 這個創新它到底是不是 一個社會創新 就是對於社會是不是 一件好事 還是說它只是產業創新 它對於社會其實一件壞事 它有很大的影響力 但是就是負的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會說 那對不起 感謝我們的投資人 幫我們付了學費 但是以後這件事情 不要做了 對那所以這個實驗就會失敗 那但是呢 這個失敗同樣的也是 讓大家都有學習 資料分享的這個機會 那如果後來這個立官線 都覺得這是一件好事情 那行政機關 就要馬上去調整 當初被你挑戰的 這些法規命令 帶著我們的法規往前跑 那如果是要改法律 那立法院當然不一定 能夠六個月就處理一件事情 所以你的實驗就可以延長 一直延長到三年 這個也是世界最長的 那一直等到立法院 幫你把法律改號 然後你的競爭者 才可以就是很公平的 進入市場為止 那這個法律推出之後 我們看到一些現象 就是說有一些 實際來拘捕法規命令的人 他其實本來的法律 並沒有說他不能做 他只是被某些 之前的個案的函視 擴大變成同案解釋 或者是就是有一些 比較不想要冒險的 或不想要比較土地的一些公務員 他透過一些就是 駁回這個的方式 來告訴大家 首先這件事情不能做 雖然法律也沒有說 不能做 那當這個東西 進到我們的沙河的申請平台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說 以前為什麼公務員都傾向於駁回 這樣子你才會變成是 就是跟法律事項融合的 但是呢 現在就剛好相反 當你application來的時候 我如果說你這是合法的 我做一個解釋是合法的 我只要花七天 但是呢 我如果說你是非法的 我就要盡沙河 我就要陪你玩辦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看到很多application 他進來的時候 根本沒有盡沙河 他就好好過了過過了 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就是他的payoff 這個就開始修改 那FITESMOS 因為這樣的關係 但是讓我們是覺得非常鼓勵 所以我們大概兩個禮拜之內 就會送另外一部沙河去立法院 它叫AI Mobility Sandbox 就是無人載聚沙河 那在其他的國家 大概都是以無人車的道路測試為主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發現說 實際的解決地方問題的 像我們常常舉一個例子 就是我之前有去南方四島 那就是我們的一個海洋國家公園 但是住在那邊的朋友 他就是等那個交通船都等不到 然後有時候還要用海巡的船 來當作交通船游 那在那些地方 其實無人轉 或者是垂直起降的那種 介於無人飛機 跟無人車中間的東西 VTOL 可能更有用 比起無人車更有用 而且當地的地方政府跟居民 一定很願意來做這樣子的測試 所以當我們在做Mobility Sandbox 就是無人載聚河之後 我們沒有說他一定要載人還是載貨 沒有說他一定要是路還是海還是空 還是多種混合的東西 而是我們覺得說 只要他能夠解決當地的 Transportation Mobility的需求 我們就會每一個地方政府 跟用這個技術的人 一起在大家能夠 就是討論的容許的範圍裡面 不是全台灣就開始開了 而是以解決地方需求為目的 可能一開始是比較慢的速度開始開 然後大家都覺得 我跟AI之間可以互相瞭解的時候 慢慢再把速度提高 或擴展到比較多的地方去 那事實上我們在那個 剛剛大家看到的通總 社會創新實驗中心這裡 我們 因為是社會創新實驗嘛 所以其實已經有無人車 一天到晚再開了 就上個月就是有 聖理工學員跟貝克達合作的一個案子 就是無人的三輪車 那另外是三輪車的關係 所以他不用等我們這個Sandbox的法案 太主開就是了 因為他是行人的路權 他不用申請路權 然後他撞到人也不會怎麼樣 事實上他撞到人才是好玩的開始 因為這些完全開放式的 他的善事碼 他的資料 他的互動的整個東西都是公開的 所以每個大學生就可以自己 像改樂高一樣去改這個 很便宜的LIDAR的這一套無人車 那在他發生事故的時候 大家可能就可以戴著眼鏡 VR或什麼 實際回到那個當場 按照他所寫的資料 看那一台車怎麼樣去解釋說 為什麼他當時做了這樣一個決定 那我們是覺得說 如果在這種不設限 然後又能夠去把完整的資料 保留起來 並且讓大家共同討論的環境底下 那比較有可能說 AI是像是之前 狼跟人互相巡話 變成狗跟現代制 在這樣一個過程 我們可以知道 你如果看到無人車 看一看 你要把他 就是欄向他要怎麼做 然後他看到事 要怎麼告訴我們 這種溝通的方式 就可以透過這種 sandbox做出來 那這個 國際上很多做無人載具的大廠 都非常的excited 所以這是我們會推的下一個sandbox 那之後還有很多別的sandbox 甚至是 就是完全是general purpose sandbox 就是我們都在草蜜 但是我們會繼續透過這種方式 讓社會創新的朋友 帶領我們的法規往前 那這個才是大家為什麼要來台灣創 也是因為我們有這樣子一種 實驗的一個方式 就是你可以提出一個innovation 然後我們讓所有相關的stayholder 都可以看到說 這個對他們是有好處有幫助的 那當然為什麼非台灣不可的 另外一個原因也是因為 其實台灣的一個特性就是 為了要解決社會問題 因為我們有完整的集會 解釋言論的自由 所以大家在這個做解決方案的時候 完全不會去想說 我會被政府敲水掉 那我常舉的一個意思就是 我自己之前也很投入的一個活動 現在也是很投入的 叫GinV 那GinV所謂的臨時政府 它是一個網池叫做GinV.TW 那為什麼叫這個網池 就是因為我們政府的網站 大概都是GOV.TW 那是政府的官方網站 那GinV就是一個概念 就是說我如果開政府的某個網站 或某個服務不順眼 那我就自己去做一個 跟它一樣的是更好的 那你把那個歐改成零 所以就是一個零的轉移 你就可以直接在網池裡 然後換成零 就進入一個影子政府 那在這個政府裡面就是說 任何人覺得政府應該做的是 還沒做的就可以去做 那像這個是平衡2.5的政策器 那是一個很便宜的交通器盒子 那在台灣有很多人 在自己的家裡或學校 有個陽台上面架 架了之後就透過中研院的 一些老師寫的一個平坦 兩千多個點就可以及時的 讓大家看到平衡2.5的這個變化 那目前好像還有朋友用無人機 也是在上空 一百兩百三百人去量 就是哪些是境外 哪些是固定 哪些是移動式的無染源 那台灣的政府在這一點上呢 真的是比亞洲的 我剛才說所有其他國家好 就是我們在國際年堂 會分享這種暗筆的時候 很多的亞洲國人都說 不要說兩千個點 到兩百個人 這個腦上都被情趣插水標 因為這個東西真的是 影響到環保署的公信力 它事實上是一個 對治理結構的一個挑戰 那在台灣 我們在這邊一向都是 保持著國國就加入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每次看到 就是民進有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環保署不是說去打壓它 而是說環保署自己去 把自己的策戰 去把它建立的更多 然後用它跟它相容的方式去建立 或是像我們工研院 會去找一些國產的便宜的便宜 便宜的領域 親切度更好的方法 或是我們的科技部的這個國網 他會提供就是高速的運算平台 給大家放這些資料 因為目前說 是哪個老師用自己不同的資料 跟自己不同的模特兒 去算公共的那個原因呢 結果就是做出科學 因為大家都沒有用彼此的資料 那就是公所公有理 或是公有理的情況 但我們現在做法 就至少把所有的資料 都集中在我們國網裡面 那裡面就包括 海洋系品質水的品質 這個地震的 這個預測的一些情報 以及一些載重的情報 這些東西都會集在我們平台的時候 任何老師們都可以自己 把自己的那個運算的 演算法上載到我們的 高速網路中心呢 直接在那邊 對所有的大數據去進行演算 那講的話 我們才能夠去 比較受哪一個prediction model 是比較對的 這樣才比較科學 但在政府這個 就是它過去加入之前 這套方法其實已經擴散到了 世界非常多的地方 空氣格子 其實是一個世界性的東西 所以這樣子的題目 就覺得說 真的是台灣很適合做的 因為它 就像剛才那個社會設計的題目一樣 它結合了很多不同 Vertical的能力 它結合了很多 已經在某些地方做得很好 或所謂隱形冠軍的能力 但結合在一起 它可以解決我們的社會問題 而且可以輸出 解決旁邊各國的社會問題 而且它需要一個 相當自由的一個環境 這個在別的環境下 其他環境可能沒辦法找到這麼大 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所謂的公民的科技等等 都是我們接下來 社會上是可以做的事情 那也比較能夠讓人才 願意滑鼻氣流在這邊 那留在這邊之後 它就是沒有解決社會問題 跟社會建立的感情 社會覺得它很棒 之後 大概就不會那麼容易 只是因為就是薪水啊 或者待遇啊等等 就這個完全改到別的地方去 情況上是一個好主意 比人時代差異時代 跨時代合作困難度極高 看到銀族一腔熱血 也是不容易得到 年輕時代的公民 社會對世代合作的觀察 是怎麼樣 怎麼樣 應該是這樣講吧 所以說我們要看做什麼題目 我們之前講心理工廠的時候 我比較不想看到的情況是說 有一方覺得自己最懂的這個情況 所以說如果有一方太懂了 那他就會覺得說 啊我還裝了什麼 什麼這個 你走過的路啊 什麼走過的橋啊 什麼東西啊 那時候就很好 那最好的情況是 大家可能知道之前有一個遊戲 叫做Pokemon Go 就是抓這個口袋怪獸 就是經歷寶可夢的那一個手機遊戲 它是所謂的破證式實境 AR 那這個遊戲基本上 如果沒有玩過的話 就是你走在路上 要一直找台電的點點槍 然後上面去找各種一個 這個虛擬的口袋怪獸 是把它抓到手機裡面 但是因為這個東西 不管哪一個世代都沒有碰過 所以我們在Pokemon Go 然後流行的地方 就常常看到AROMA 跟車子生女一起就是 結伴出去抓Pokemon Go 那這個時候你也不知道 哪一邊在帶哪一邊 所以雙方都 對雙方來講 這個都是新的 然後而且雙方都有 可以貢獻的地方 而且可能這個 他們中間的這個 重點的這一隊 如果剛好有空的話 還可以幫忙開車 車速一直保持 在30公里 可以一起抓 每一個世代都有 可以貢獻的地方 而且每個世代都是新的 的這種題目 我覺得是最適合 其他進行工廠的題目 那我們說社交平台 其實大概都是這種題目 因為如果是已經可以解決的 那大概都已經被想到過了 它是結構性問題 本來意思就是你要Stateholder 各自扛認做一些事情 然後同時才能夠去翻轉 所謂Coordination Problem 那這個時候 大概就是每個世代 都有可以貢獻的地方 而且這個設計方法 對它來講都是新的 那我們現在在挑 其他進行工廠的題目 大概就是你挑這些題目 我也多 那這樣子我們就發現說 就很容易有公民 因為誰都沒有比誰比較短 大概這樣 那Slide當然可以分享 其實我Slide全部都是公開的 那其實找 然後我們有一個品牌叫做 Bisoo I-S-S-U-U 找台灣社會創新發展趨勢 大概就可以找到我的見面見到 那好 那之後就是再介紹回來跟大家分享 有一位朋友問說 如何具備或是尋找具有 做做Design的能力的人 我想其實其實有幾件事情 就是說Design這件事情 它其實是一個習慣 就是說你在做事情的時候 就是要插煙而不插 就是不是插煙而不插 因為我們在很多時候 我們常常是覺得 這件事情本來就應該這樣做 但是就不會停下來覺得說 它還可以怎麼樣做 那這種停下來稍微想一想 也稍微想一想的時候 就是不利於問旁邊的人說 欸你覺得這個東西怎麼樣 的這樣子一種技巧 那就是設計的第一步 就是去觀察的這個技巧 那我自己覺得說 如何去尋找的一個最好的方法 就是做一個怎麼樣的東西 然後問其他有沒有意見 就是所謂的一張圖人物設計事 我們有非常非常多的例子 舉例來講 居林林市政府的這個project 它在一開始的時候 Logo並不是上程 就是讓大家看到很漂亮的那個樣子 而是一個非常醜的樣子 我看一下我有沒有 我們可以直接在電腦裡面 有 所以居林林林它最早的Logo 其實我們在2012年的時候 其實是長這樣子 那所謂的Worthy Stage 那就是林市政府 左邊那個 它完全是用小畫架來畫出來的 然後這個Logo的一個特色 就是說你要設些比他醜 你還要花一些力氣 所以你還要花一些 這才很困難 所以在Ginnibee第一次的 應該是在中英園 所以這個東西就 就是大啦啦被掛在那邊 然後呢 這個在場一百多人 那現在不知道誰是誰 但是就有一位設計師 就是吳一文 他坐在那邊 然後看到這個Logo 他就渾身不對勁 他就是說 他如果不弄出一個更漂亮的東西 但是完全不會有生產力的 他一整天就毀了 所以他那一整天就是 就是畫這樣子一個Logo 那確實有比較漂亮一點 就是你一眼啊 我一語啊 有投票啊等等 但是呢 後來就發現是說 這個在小螢幕上面 看起來會有點虎之外 大家很多人在 iCon小的時候會打成GQV 所以我們趕快去注射GQV 所以他也不是完美的 那但是呢 因為他是公開的 而且我們在過程裡面 都拋棄到出座財產去 就是所謂的 重用CC的這個概念 CC修權的概念 所以同樣的 看這個不順眼的人 也會自己去改 所以經過好幾次的 Iteration之後 他當然到最後 就變成很棒的樣子 但是他是建立在 第一個不怕丟臉 然後第二個是 開放出來讓大家改的 這個共創的這個概念上面 所以不怕丟臉 事實上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這也是我在這個 政府裡面 在這些開放政府的時候 一直反覆跟這個同仁們 強調的一個精神 就是像去年五月以後的時候 當時也有一個提案的人 在我們的公共政策 網路參與平台 就是有五千人提案 大家就要回應你這個平台 他提了一個點子 叫做爆炸 然後到爆炸 嚴格來講 這不能叫做一個點子 這就是一個 這個 靠北 對 而且塞在裡面 這個的那個 就是文字充滿了負能量 我就不貼上來了 好 然後所以這個 因為五月以後 這個剛好 Mac 跟 Linux 跟平台的人 真的抱著很困難的去年 所以就是 底下就馬上充滿了負能量 但是因為我們在這個 行政院裡面 當時我們已經集結了一群 我們叫開放政府聯絡人 就是說 每個部會都會有一群 好像國會聯絡人是跟 立委溜通 新聞聯絡人是跟媒體溜通 那剛政府聯絡人就是跟 任何五千個人 連署和商界額 就這些朋友們落到 就是一群這個 不怕留臉的 然後 我們所謂會吵的朋友 要建廚房 不是有堂吃 但是要建廚房 一起做堂吃 所以當時這個 財政部的POM 就直接在那個連署坡上面 回了一封邀請 還說 對我們承認 對不起我們在MAC上面 這次真的沒有做好 那是不是大家提一些建議 然後呢 所有這些罵的朋友們 我們都邀請大家 幾月幾號 也就在財政部的資訊中心 一起來重新做 我們的報學軟體的這個系統 那非常神奇的 就是說 其實真正來的人 可能只有七八個 但是呢 在上面的這個留言的能量 就完全這個轉移了 就是說 在隔天開始 我們的正能量 就高大八成 就是說 因為在之前 他回之前 就是有大概八成多的人 都是就是一片的罵神 然後只有一成多的人 在那邊弱弱的說 我用Windows包還可以啊 那女兒理他們 但是呢 在他 發生邀請來的時候 就反過來 就八成多的人 都在提一些非常 有正的那樣的建設性的意見 那只有一成多的人 在那邊弱弱的說 這幅好爛 所以沒有人理他們 所以 就是說我想這個邀請的動作 不怕丟臉的這個動作 是非常重要的 那又因為他那七八個人來之後 我就發現 為什麼他們罵得最兇 因為他們最懂啊 這個提案人本身 就是一個設計師 那我們除此之外 還有很多專業的這個 布羅克啊 專業的這個 使用者體驗的服務設計師啊 等等 所以我們就一起 我們在這裡有一個承諾 就是我們不會去改大家的字 所以如果他的留言 是自爆多 我們就寫自爆多 華麗到讓人迷惘 就寫華麗到讓人迷惘 比如說想到要報稅 心情都不好 我們就這樣子寫 所以我們是 用使用者旅程的方式 把他收到同時 到報稅程的過程 全部都去做一次mapping 那mapping完之後 我們就 這是實際的狀況 就讓所有人看到說 目前狀況到底多賴 就像那個 Handle的那個logo一樣 那我想就是 就是不怕丟臉 然後就發現說 這些很專業的朋友們 就真的很願意進來 貢獻自己的意見 所以其實在那個之後 我就辦了四場的共同工作坊 那包含我們冠貓 就是廠商的朋友啊 無區國稅局啊 所有發的最兇的朋友 都進來一起畫 所以果然今年 就剛好 就反轉過來了 Windows的報稅軟體 跟Mac的報稅軟體 就長得非常的不一樣 那所以在去年是說 Mac要去接Windows來報稅 那今年就 很多Windows的使用者 把他的軟體 模擬成Mac來報稅 你們今年的Mac 的接位真的是 漂亮很多 所以我這邊想要講的 跟就是剛剛 努力銘的logo一樣 或者這個 不怕丟臉 或這個空氣品質也好 都是同一個概念 就是說設計它並不是 Growing isolation 它必須要跟現有的狀況 有對話 但如果這個現有的狀況 是出於愛面子 或者是出於什麼 別的理由 它不願意把實際的狀況 看出來跟它對話的話 那其實設計也沒有地方 能夠施力 沒有地方能夠招手 所以我想一個 或者容許設計的這個土壤 然後跟這個王 或特定的人去 搜集一些的這個能力 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那這個時候 社會上各個不同的 一關性就會出現 然後去帶入 他們看到的世界來 然後這樣才有可能 找出他們的價值 然後找出 對大家都好的一些 這個方法 有一位朋友問說 在接觸以及 投入弱勢團體 進行生育事業的過程裡面 覺得要長期深入支持 那若實能受限 與先天限制 那非常不容易 政府能夠收集成功案例 供參考 或者有訓練或方向指導 嘗試的機制 有兩個都有 我們的一個嘗試的機制 在現在是一個叫做 SE.pilis.tw 的這樣一個pilis room 辦公室 的這樣一個一站式的網站 那或者你找 新創員工網 然後按社會創新 就可以看到 那在這裡面呢 有一些重要的事情 一個是 我們目前所有已知 然後跟政府 有發生任何關聯的 社會創新企業的一個登記 那為什麼今天 是叫做社會創新企業 而不是叫做社會企業呢 其實原因很簡單 就是目前在經濟部 有非常多的條例 要點 好比像說 中小企業創新 貸款補助要點 好比像說 信保的要點等等 或者是 很多產業創新的方案 它都是扣緊 創新兩個字 所以當我們說 社會企業 就是在做社會創新的 企業的時候 我們就回去修改 那些要點 所以目前 如果做社會創新 那就跟你上了 好比像創會版 或者有拿到SBIR 或什麼一樣 從經濟部的角度來看 那你就是在做創新 那政府 那政府講出創新的那些東西 都全部都適用 所以這是為什麼 在這邊叫做社會創新企業的原因 但是我們在這邊 就可以去找到 你所在的地區 正在做的服務的特別 然後 那這邊就會有實際 就是你可以去聯絡的 他們的社會使用是什麼 他們在做哪些事情 然後以及他們的公益報告書 或者是他們的其他的 Evaluation的一些連結 大概都會在這邊做 然後每年會更新一次 所以這個是目前已經有 就是法規要點地位 這樣一個登錄 那剛才我也想說 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這十個誤會 大概都是NPO 他們自己都有一些 每年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同樣道理 他們也會說 我今年想要做的事情 好比像說 衛生福利部 想要做公益成全會會經 他們今年想要做的事情 如果是文法議題 那他們可以撥多少錢 他們在撥錢的時候 看的是哪些事情 那這個就是剛才講的 就是比較像是Aliance 就是互相結盟的這樣一個計畫 然後像教育部這邊是 對於個人的鼓勵 或文化部 現在有一個很有趣的計畫 是青年村落的文化行動獎勵等等 所以在各地做各種題目的朋友 可以問同時的 在這個上面去看說 你們目前各部會 在意的題目是什麼 然後能夠怎麼樣子 去跟這些部會 進行聯絡 這些都可以直接聯絡 那當然後面還有很多 諮詢得到的這些服務 所以我想這些都是我們 就是在陪伴的時候 會一直去做的這些事情 那至於成功到我們可以到 國際上影響的案例的話 那就是最近才舉行過的 一千五百人在台中的明月亞洲 那明月亞洲 就是一次把亞洲這邊指導我們 學習的案例 以及我覺得我們這邊做得很好的 應該要透過英文的這個 口音跟翻譯 讓全世界都看到這些案例 直接在這邊跟大家分享出來 那因為議程是有點多 所以你們要看我的這個拍的片嗎 那但是就是有一些是大家 已經耳熟夢想的 像喜灘兒或者是 做循環經濟的 春世伯爐或者大愛感恩科技 那有一些是比較新的 那總之這些都是 已經在台灣做成一個氣候了 然後它也能夠在 上方圈上面有一些之地的社會企業 那所以我們在這個會場 以及在外面擺攤的六十開 大概就是我們做的一個 目前有在做事情 而且做得還不錯的一個探點 那所以這個也歡迎大家 就是有空給你們參考 有一位朋友想問說 推動社會創新 到目前為止 遇到最大的挑戰 我覺得實際上 就是社會創新這個概念 就是透過創新來解決社會問題 所謂怎麼樣子 叫做解決社會問題 最重要的是 怎麼樣跟國際的力量相連結 這個是我覺得在台灣很多做創業的朋友們 不是很清楚說 國際上有非常多工藝相關的資源 可以去使用 具體來講 在明日亞洲第一天開場的時候 是一個在柬埔寨做研究的一個 加拿大的一個博士生 他的博士 他畢業沒有多久 他在柬埔寨做的研究就是 改善當地的 尤其是婦女跟小孩的缺點性評寫的問題 因為他們的食物相當的 裡面相當缺乏鐵 那就會導致各種各樣大量法律等等的問題 那他的學長就是 有做一個鐵塊 然後做成 可以放在鍋子裡面住 然後他有一個很棒的製程 讓他能夠花五年的時間 慢慢把裡面的鐵紙釋放出來 但是在政府之前 沒有人想要把鐵塊放在鍋子裡面住 因為看起來就像是 就是 是某種工業廢棄物這樣的感覺 所以當他們挨家挨戶送的時候 都會拿去當能檔 拿去當這個學證 之類的 但是他們想要解決的是說 就是扣福也其實很貴的一個問題 所以後來他經過了 接近三年的論點 然後就發現說 當地他們覺得魚是很有幸運的 標準的一個東西 鐵塊如果變成魚的樣子 而且上面刻上幸運的這個字 那這樣子忽然之間 他們都覺得說 放在鍋子裡面會帶來幸福 是一個護身符 那所以另外一下 他們就群調幸運小鐵魚 就是Lucky Iron Fish 那這樣子做成的魚 在捷福站裡面 他們是很願意使用 那它的adoption rate 達到92% 就是說 你如果送它的話 它是很有可能 可是會繼續這樣用五年 那因為用了之後 真的他自己的感覺 他小孩的感覺兜兜兜壯壯壯 所以真的感覺上是帶來了幸福 所以就會一穿實實穿搭 然後他們就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做就是鐵石缺乏的 這件事情的improvement 那我覺得他們 讓我這個很高興的就是說 他們不是懷疑很多力氣去介紹 他們自己 他們的團隊 或他們的技術 什麼的有多了不起 他們一直都在強調說 就是缺鐵性的品牌 是這個全世界燒成 社產的理由 是這個人類的生活運職 的公共衛生議題裡面 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 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然後而且他們會非常多這些數字 然後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們就可以吸引到 好比像說 蓋子基金會 好比像說世界銀行 好比像說OECD 都非常多的相關的一些program 那像蓋子基金會 他們拿到第一筆錢 就是讓他們去做 Random Control Trial 去做各種Study 去保證說 第一個它是安全的 然後第二個它是有效的等等 那它這樣測完之後 它就可以直接跟各國的 遠外的program 以及各國的它對內的這些 domestic program 去合作 那我們的外交部門 我也聽到時候 都覺得說 有很多可以合作的一件事情 但是重點就是說 它在想它的這個問題的時候 不是只是想說 我要解決金融債的問題 或者說我要解決什麼 單憂社群的問題 而說這是一個模式 那這個模式可以更有效的 讓本來投入慈善 或者投入這個眷住 或者投入人道的一塊錢 可以當十塊錢用 可以當一百塊錢用 那它這個概念就是 所謂的Social Return of Value 就是在國際上 我們現在是做永續發展 最需要的一個數字 因為這樣子才能說服 所有這些大的 園外的園道的組織說 那你可以把我一塊錢 變十塊錢 所以應該要來跟我合作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社會創新 這一個很大的挑戰就是 導入這種比較是business 比較是management 比較是真正的impact assessment的方式 所有台灣的社群看很多 非常會說故事 但是這些故事 能夠變成能夠measured的 Social impact的 有這樣子做的習慣的 確實還是居於少數 那如果很多人都開始做的話 其實成倍也會降低 所以像B Corp 的這個movement 因為很多人開始做了 所以現在成倍就比較低 因為很容易找到跟你類似的行業 做過B impact assessment的人 那SRS SRY 我覺得慢慢的就可以 讓它非常更習慣 但更習慣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接到國際想要做 去發展目標的這些 所謂的impact investment 或者 management philanthropy 的朋友 那這個是我覺得 我們目前最大的挑戰 那我們也會有一個 可能National的一個 management report 來討論說 我們要怎麼樣接上 所謂的impact investment 這件事情 有一位朋友問說 政府的設創 竟然只是起步 是不是有設立 短中長期的目標 以及落實的方案 有欸 我們來看一下 放在電腦上 放在電腦上 有三個 有負載一個行動方案 好 那這個行動方案其實 目前還在轉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五月底下是有一個佔定的 那我們的短期大概是接下來四年 那這四年主要還是說 就是以需求反應式的方法 來解決這個 這個 目前是社會創新的這個問題 那就是主要還是在 定義認識資源配置 財務總統法 有針詢 有地方針詢 國際發展等等的這個方式去進行 那這個特色就是說 有點像是我們做明日亞洲 這邊看到的大概十個部位 都是明日亞洲的共同主辦單位 所以說我們做社會創新的一個特色 也是為什麼需要 政務委員來推動的一個原因 就是說它不像是很多題目 它是最後找到一個部位 原理群組就好了 因為每一個社會企業 它來做的題目不同 它就是有不同的部位的題目 跟它相連結 所以大概永遠不可能說 有一個部位能夠吸收掉 所有台灣在社會創新上面的 發展的任務 所以它在行政院裡面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永續發展的 這個橫向編組 我們沒有永續會 但是那是政府自己做的事情 而這個是民間做的事情 政府不要擋路 然後政府來幫大家解決問題 所以這樣子一種去做反應式的評判 在接下來四年裡面 我們是不會放在阻蓋裡面 然後就是透過這種回動式 檢討的方式去做 這個是我們比較期限的目標 就是說讓大家都很安心覺得說 政府不是只注重產業創新 在社會創新上面 我們也投入相當程度的這個關卡 以及政策的力量去幫助它解決問題 那至於中長期的話 當然就是說 像社會創新協定中心 這樣子的一種共創的空間 慢慢就不需要用政府的錢來圍入 慢慢就會有中間組織 慢慢就會一派Industry進來 然後慢慢就變成一種 好像共創是一種很理所當然的事情 他自己的新增他的Ecos 才能跟著FlightJune 那這個可能是中期的這個目標 那長期的話 我們目前還沒有去想 但是如果大家有什麼想法 的話也一定要歡迎來聽 有一位朋友問說 擔任政委的動機是什麼 裝心的期望是什麼 達成期望最大的阻礙或困難點是什麼 這稍微連坐別人是三個問題 但是沒有關係 我還是回答一下 我在一年多前入閣的時候 當時的院長林全老師 他還是有問我說 因為台灣是請我去找人 然後我就把我的朋友都問了一圈 然後我的朋友就是 他們對從政都有些 就是蠻負能量的一些想像 覺得說一定會被利維修錄 然後一定會被媒體黑掉 都沒有 但是他們都是 可能有一些各自的事業 隨後都沒有加入 那最後我就說 好那我自己也能 但是當時就是 有一些老虎協商的條件 好比像說 我除了禮拜一禮拜四 我自己進行任務其他事件 我愛在哪裡在哪裡 我是可以電傳勞動的 那又或者是說 我不看機密文件 那但是我看到所有的東西 都可以公開 而是完全激進式的 徹底的透露 那所有這些 那當時民選委堂 都說OK 好那就OK 但是呢後來他就說 那他也有個問題想要問我 就是說那為什麼我要 這個願意入閣 那是出於這個什麼社會使命嗎 有什麼責任感 有個抱負的 愛國欣呢 有什麼別的東西嗎 那我就說 沒有我就是做興趣的 因為我不是覺得 能夠跟他一起 學一些新的事情很好玩 那我在路的之前 本來就是 幫之前的 一位蔡玉琳政委 去做可能技術上 以及開放政府的策略規劃上面 類似 Understudy 這樣一個角色 那我在那個角色 就是在工人訓練中 已經穿了大概上前為公務員 所以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就是還是做一樣的事情 只是說現在就是 各位這個出錢 然後我全製作公共服務 我不用去想蘋果 我不會想牛津大學的案子 但是從我的角度來看 並沒有什麼差別 就是說我並不是任何的長官 但是他們碰到 一些疑難雜政 好比像說 剛剛說這個 要推動這個行動生活啊什麼 那好比像說 今天下午健保蔬菜來說 那我們現在健保態度是插趟 今天是呢 那我們要怎麼樣把它行動化 這件事情可能完全沒有概念 那我們就可以說 咦 你可以參考 像就是 就是 就是在資中心他們做 報酬能力的那種 共同創作的方法 讓大家一起把 就是行動式的 健保卡組織的利用 這些事情 你本來沒有想像 但是大家可以一起來 把它想像出來等等 所以就是說 每次有人有種 意外的發生好的照顧 我不是所謂公圖的公圖 幫大家想一個程序去 引入各界的創新跟設計的能力 但是如果大家不來找我 我不會去找大家麻煩 我不會跑去路肥 我不會跑去國防部說 你明天給我怎麼樣 那這就不會怎麼樣 所以 目前的狀況就是 因為我不少大家麻煩 大家也不少我罵 所以 目前要不要這樣做 或者是困難點 對 那所以同樣就是說 社會創新 我的具體的期望 其實就是說 讓政府能夠看到 就是 如果是什麼事情 都需要自己做 那很多事情政府做 但是做得不夠好 然後被大家罵的時候 大家不一定是 想要罵政府的意思 但是在說 怎麼樣可以更好的意思 所以說 這個概念就是 所謂的負能量 然後會吵的時候 這個進廚房 不是給他們 是進廚房 這個概念 其實是一個很容易的概念 只是說 增工物體系裡面 以前 對他們來講 如果不是幫基層增加負擔 就是時間要很麻煩 你要跟五千個人打交道 就是中階的 就是管理者會覺得說 增加風險 因為他可能黑掉 可能翻桌 可能怎麼樣暴動之類的 那而且對於上位的就是 可能部長司長 又沒有正經可言 因為就是如果解決一個可能的衝突 那媒體性格不會爆的 對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確實比較不容易有系統的 導入社會重新 但是 因為我現在有這樣子一種 我們叫做 激進式透明這個概念 所以 所有我在錄格之後開的每一場會 就算是行政院的內部的會 只要是我當主席的 那全部都會在我們的PDC 這個網站上面去揭露 那大家都有十個工作天的時間 去修改 但是在修改完之後 就全部都上線 那這個是我覺得 就是 因為我的理解 就是全世界在部長期 應該是 結果我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 這個是很新的一個嘗試啊 就是說 我每次巡迴到每一個不同的地方 每一個人講的每一個字 我們都是按字管考 就是每一個字都管考 那這件事情 就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好處 就是說 從承辦 或者是從公務員的角度來看 如果它是有居住出錯了 如果有發生問題的話 那都可以說是嘆風的錯 因為沒有別人在做這件事情 這個新的這個 政策性能力是這個我來做 所以我可以吸收掉全部的風險 但是呢 如果它僥倖提了一個概念 那這個概念 真的可以幫他解決問題 然後報紙軟體 真的就變得很棒了 那這個時候呢 大家記者永遠都回去看主資稿 然後看說 噢 當年是這位這個 楊鑽偉 這個提出來的主意 就是說 從以前的角度是說 如果做成了 那都是政委搞去剪載 如果做不成了的話 他會被肉搜 那現在是反過來 就是說 如果做成了的話 那他會得到的 credit 那但是如果做不成的話 那我會吸收風險 所以 同樣的就是一個 翻轉了風險跟報仇的一個情況 所以 公務員在這個情況下 是非常的余創性 就是每個條例也想要事情變得更好 他們只是不想要被怎麼做 什麼土地啊 被政風調查啊 被怎麼樣調查 但是 因為我們這整個脈絡都是公開的 所以 就是審計谱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政風單位也好 常常都寫信來說很感謝我 因為他比較知道說 我們這整件事情是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然後就不會讓大家 有所謂不當的風險 然後大家才比較容易 所謂的說到做到 就是有 accountability 那所以這個情況就是說 政府可以慢慢的開始轉型 然後不要變成創新的代理師 然後變成創新的這個 就是 alliance 就是一些聯盟 為了趕上 Stanford 2025 Purpose Line 該如何 Destruck current education system 擴大到Purpose Back to Learning 又該如何做的教育系統 這也開始 三天的セミナ 我們可以開三天的セミナ 不一定講得完 我想 我只講一個大概 就是說 目前的 education system 其實不用我們 像我在入閣前 我也是 實際上 內部團科法會的委員 那我們在做 新課綱 就是希望能夠如期 上路的那個新課綱 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 有一個很重要的改變 就是以前是所謂的 技能導向教學 技能導向教學 技能導向教學都一定都很熟悉 就是去找出學生擅長的 很快就分流了 分流之後就有一些 所謂的 major area 那這些 major area 就不斷地透過考試 或什麼方式 反正把個體跟個體比較 然後很多人都是覺得 靠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第三名 第三名其他其他都是爐蛇 然後就會造成 這種標类心理疾病 之類的 這個我不是很想用 我從只讀到 關鍵級就錯學了 但是據說 據說大部分人是 但是技能導向的競爭環境 透過考試等等 來建立自己的自信 但是我們在新的課綱裡面 我們完全是說 我們現在是素養導向的教育 不是技能導向 素養導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教的是 一些內在的東西 不是外在的東西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我們都不知道 小孩七歲進了學校之後 生養之後他十八歲 到底我們現在 這些學科還上幾個 我們都不知道 就是所謂培養有用的技能 那這些技能 你也可能很認同 也很厲害 但是可能過了十年之後 忽然之間人工智慧來了 這個技能就被取代了 所以就是說 我們不會讓小孩 過度認同 作為某一個單向太強的 這種工具人的概念 因為人性工具就會 一個一個把工具人的部分 都取代掉 那不能取代是什麼呢 就是他內在的一些動機 像自法就是去想到一些事情 他想要去了解他 然後提醒他自己去 自己的學習的路徑等等 這種能力 那或者說互動 就是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跟他領域不一樣 事態不一樣 文化不一樣的人 能不能夠有效的去達到過程 以及一共好 就是過程裡面 怎麼樣不要把對方 當作是工具 而是能夠去找到 對於雙方都有意義的 價值的這個能力 那這些素養的東西 其實大部分都是神教 大概都沒有辦法 用教書的方法去教 所以這個素養 我們就不是當作一堂課 而是融入所有的課裡面 讓老師變成是說 跟小孩一起去學 然後學的過程裡面 透過平安思考 或者透過一些自動學工具 讓小孩可以看到說 原來學習是這樣在發生的 因為老師就怎麼不這樣做 現在小孩都在底下用手機 超過幾百課 上D-Car 怎麼樣就是 我們如果不調整 小孩也已經在disrupt課堂了 我們不如整大 不過就加入 所以就是我們做 這個課綱的一個具體的概念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我們可以把很多大學 現在做的事情 像選修 像學生自訂課表等等 提早在高中去發生 那在高中發生之後 小孩其實就可以投入 他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過兩年 可能再會大學 那回了大學之後 可能多了兩年 他覺得說 那我就出去試試看 我學到這個主意 那他過兩年 可能又回大學 那目前大家可能 之前有看到新聞 就是教育部已經把 學會授予法的 跟大學相關的法律 送到立法院 那如果再讀之後 大學以後都可以念十年 所以就比較是說 跟大學跟人的關係 就是一個盡情處處盡情處處的關係 那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這是有點像遊戲的成就解鎖 就是你輸到用詞 所以你知道 你在每大學去需要 取得上學校的知識 而不是好像說 就被第一次要 一定要念四年的 那一個大學學員 所定義了 那這個我覺得就是 做的Purpose Back to Learning 就是說 為什麼要去學習的這個Purpose 是由小孩 以及終生學習的成本 自己去奠義的 有一位朋友說 有一位小民主台灣社會 像台灣創新的 那一個大野雲 集群控制時的衝刷 但是在這幾年看來 好像不完全這樣子 譬如說電子師傅 其實我們電子師傅 是非常普及的 大家如果用YOLO卡 回比卡通的話 或者是感應式的信用卡 的話其實都是很方便的 這個叫電子師傅 我們不普及 也叫行動制服 就是用手機去刷 那為什麼不普及呢 主要就是因為電子師傅 做得太好 就是說我們從台灣的角度來看 除非一個東西 它真的給傷害得及就好 不然我們不可能很高壓的說 好我們現在就圈一塊台北 從明天開始 便利商店不准設定換機 然後微鈔都不抓 那這樣子保證 這個行動制服馬上就破標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這樣子做 那但是我們看到很多 可以tap down的 像很多非洲的國家 為什麼他們行動制服 這麼popular 就是因為他們要取得 不是微鈔的鈔票費和輪魂奶 他們沒有什麼 有意義的信用卡系統 那所以當然大家非用手機不可 但是重點也不是去拼那個趴數 你拼趴趴數 拼不過那些非洲國家 而是說這個創新 它到底有沒有解創新的問題 所以在台灣 我們基本上能夠做的社會創新 就是剛剛秀的那張圖裡面 它可以同時解決社會上各個不同的 stakeholder的這些創新 但如果不是這個形狀的創新的話 在台灣是這麼不可能的 也不可能說你犧牲某個stakeholder 然後明天就五千人上街頭 所以在台灣能夠做的事情 大概就是這種 我們叫paratory proof 就是說對它都有壞處 然後忽然間把它提升到一個 新的這個 這件事情真的不錯 這個概念的創新 那之前大家覺得民主制度 這個可能為人所詬病的 很多就是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很有效的去調和在社會上面 對各種不同事情的意見 可能像當時Uber進台灣的時候 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就是在街上包圍交通或那些建設司機 想到共享經濟的時候 想著一件事情 那但是在這個政府裡面 討論的學者專家 或者一些公會 想的是完全另外一件事情 然後就沒有辦法對焦 然後就吵得越來越兇 那吵得越來越兇 其實我們 而且它從媒體退火出來 就是說如果吵得很兇的時候 會想偷辦 但是最後我們把500問題解決的時候 可能只在第500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500在那邊解決 但是那其實是我們最好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我們當時就是去把各個厲害的關係 包含Uber 精神車 這個商業同業公會 台灣他車隊等等 我們都同時把這個網址 Polis的網址寄給所有人 但是這個上面你一上去之後 你就是一個藍色的圈圈 你可以看到Facebook跟Twitter的朋友 在Uber這個概念裡面 它在想法的哪一邊 那意思就是說這些不是敵人 或者也不是這個酸民 這些就是朋友 你可能沒有討論過我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也不是誤會你的溫卷 其實任何人都可以說 因為我覺得好不像說 乘客的保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任何人聽出這個他的想法之後 其他人就可以說 agree or disagree 那當他們投了票之後 他們的這個position就會改變 然後就會集中到 就是移動到跟他們想法 類似的人身上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它讓大家看到說 雖然大家對某件事情 可能有南遠北撤的想法 但是在這些南遠北撤的想法後面 有些東西是大家都同意的 也就是說我們如果只看Facebook 或PTT的話 常常是最激烈的 最有爭議的這些想法 好像看起來就是所有大家在講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們把空間 重新去設計的話 其實大家的注意也是可以集中在 大家其實都不反對 但是我們因為不反對 所以不會特別花時間說 白德回我同意你的這個看法 但是是這些共識 才是在政策形成上正規的事情 所以我們在當時的做法 2015年底的時候就是說 任何人他如果能夠說服 所有的這個私取人 都覺得他的這個想法是majority的話 那我們就同意拿這個來當作 我們新國的計程車的 校舍的方案的這個操告 所以當時就集中了大概七個 consensus 那我們就用一個直播的方式 去把所有離開關係 都邀來會議室 然後一個一個去對 然後就無關說 你看大家這樣覺得 那你覺得怎麼樣 那因為就是有直播 有註字搞 全部都是公開上網的 所以在上面答應的事情 基本上是不能不算 那不算 當然就會被罰錢 但是被罰錢之後 就很快就改寫規章 所以目前就是如果是 是一個合法的一個經營的企業 你可以用它來交計程車 反過來講 你也可以透過台灣大社的 或其他的教程軟體 交到一些不是氣程黃色的 而且雨天還可以幫你 就是多收一些錢 等等 就是說他把Uber的這些 Pricing Model 這些教程 Model 現在是合法的 在計程車上營業 那Uber這個App 他同時也可以交到 租營車跟計程車 那這個就是大家的公式 那這個公式 我們就是直接把它翻譯成法令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現在想到它就是說 我們其實這個創新能量 是非常大的 只是之前可能很多 互相抵銷的部分 那我們越能夠把這個 創新的空間做成 大家是彼此加成 而不是彼此抵銷 那這個能量就越不會虛質 越不會虛質 我們就可以發展 我們的智力模型 能夠發展的創新 那當然非常挑當的那種 就是集中式的智力模型 他們也有一些 非常適合發展的創新的方法 可以劃一大分力 出來這個分力就是 用某個方法做 然後這個其他犧牲掉 別的利益關係人也不光 那但是那個 當然也可以做一些創新 我覺得 都是對文明有所貢獻 我並沒有特別批評別人的意思 那目前的事情 還有許多他們執行 如果可以解決世界性的問題 又解決世界的資源 例如Ironfish 其實我覺得台灣 有很多所謂的 隱形冠軍 像圈石玻璃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跟他們做回修做得非常非常久 然後現在已經把它做成類似 像施華洛時期那種 就是藝術品的那種境界 就是說 台灣我覺得有一個很強的地方 就是說 你常常可以看到在某一個 材料科學上面 或在某一個 應用的科學上面 它就是已經做得非常好 但是 就是在這個經驗的過程裡面 往往可能要到第二代 第三代 第三代交到一個設計師朋友 或者什麼情況下 回來之前 它靈光一閃爍 說這個可以結合某個東西 它就有更高的社會 跟人文的價值 那這件事情 是我們現在常常看到的一個情況 經濟服務專門因為這個情況 所以之前要辦理一系列 叫做Mix台灣的這個做台 它就是把這種很成功的 這個一代的這種 這種 比較我們現在所謂的傳統產業 然後跟這種 比較跟人相接近的做設計 或者是做 這些比較服務相關的這些 的二代的這些朋友們 然後再加上一個老師 他可能是做AI 或者做AR VR 或者做這種 反正兩邊都沒有看過的東西 然後把這三方結合起來 然後公開的去做對談 然後試著在中間找到一些Synergy 那目前我們看到這個方法 是蠻成功的 就是說我們並不是說 好像大家都要從頭開始 而是說 是拿自己本來 就已經在做的事情 然後去把它Reposition 那我想 我們就是做 所謂的永續發展目標 這個是很有幫助 就是說你就可以看到說 如果你把你的題目 rephrase成 永續發展目標裡面的 某一項的話 那這樣就可以很容易的 去結合到 正在做這一項的國際 尤其是聯合國系統的這個資源 臨時空間設網 是不是有用在政策決策 或者是企業的決策 以我的所知 是目前有用在一些政策決策上 那主要還是說 我們從環保室的策展 畢竟離大家的活動範圍 並不是非常的緊 所以說 它不太可能去做到 所謂的圍器 或者是微 微進尺度的這個觀測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會希望 Airbox 它除了目前有上區塊鏈之外 也上一下我們的這個 Super Computing Center 我們的國網的平台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接下來會有一個 叫明星公共物聯網的一個計劃 那這個計劃 就是它我們跟所有 環境品質有關的公共決策 都用 evidence-based 的方法來做 那這個過程 我們也會去國網社會去增監 所以任何做社會創新的企業 它只要能夠證明說 你拿了國網這些資料之後 能夠去創造出 positive social impact 那這樣我們這邊就會有個相應的 grant 去幫助大家 所以這部分確實是 不但正在進入決策系統 而且我們還會希望 refine 它 然後讓它在做決策系統的時候 能夠更 evidence-based 大家就可以去討論說 我們要去 就是蓋一些建築物啊 我一些工廠啊 的過程裡面 能夠就是論事的討論事情 那我了解相當多的候選人 都希望我們能夠在年底之前 上嫌這套系統 不過目前沒有辦法 對其成有任何的保證 不過我想選舉是這個理事的 那這個 evidence-based 的 上次討論是 但是我們可以一直去治理去做的事情 韓國政府因Early Retirement and Aging 提出所謂的 sharing city 那台灣的特略是怎麼樣 可能有問題 以我的理解就是長照 現在調2.0了 但是就是 目前的做法 跟之前長照1.0的時候 有一個蠻大的不一樣 就是說它是在大健康 然後一路到這個老年的這個過程裡面 它更強調說 去勤進各種不同的專業 而不是說好像 以前想到照服員 好像是同一種專業的這樣的概念 就是說 我們台中市的副市長伊穎 在上週末 在明年亞洲的分享 他分享說為什麼台中 好像有在過去三年左右 有兩倍的人 投入這個照服員的工作 那原因就是因為 他們不是代理的工作 而是有各種不同的 profession 那它的目的也不是只是 好像讓這個老人過得 有一些尊嚴 那當然還是很重要 而是說 怎麼樣幫他們去完成人生的夢想 好比像說 有人中風了 那他還是算命錢 他就想要幫他繼續做算命的工作 或是說 有很多人 他還是有一些責任 那這些責任 不管它是發生在紡織上面 發生在想這個新的設計上面 或者是在跳舞上面 我們明年亞洲的晚宴的跳舞 是一個叫做六克 都是七八十歲的 大部分是老太太 但是也有一位老先生 在那邊這個跳街舞 所以這是我的意思是說 當你長校做到那個境界的時候 它其實是各種 各種profession都可以進去 然後它是比較是 不會把它當作是 好像一定是 就是年輕人來照顧老人 它是引發老人 能夠去幫助整個社會的一些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值得 透過社會創新的社會企業來做的 那台中 因為我們這次去參訪 像有一家有本生活方 有一些就是它結合健康 壓健康 但是又是有咖啡 又有手作 又什麼東西的這種社區型的貢勞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概念 所以也許目前沒有一個單一的口號 叫懸人CT或之類的 但是我們這種就是社區性的 全方位的這種長校的工作 我覺得因為法庭的鬆綁 它讓更多的社群體可以進來 我覺得是馬化的一個發展 當然我們能理解說 韓國的社區其實很大一部分 它是要做這一類的工作 還有弱勢酒業的工作 但是反過來講 也會是讓他們的產業連 變得比較單強 常常有人開玩笑說 就是都長得很漂亮 但是感覺上都整形成這樣 但是那也是一種創新的模式 我們一定要去批評人家 但是只是說 我們現在是用需求反應的方法來做 所以就會偏僻開話 但是看起來也不一定那麼整齊 現在如果還需要 來解決的社會問題 其實就像Smile一樣 就是說越多人按讚 我們就越先看到 但不是就其他不回覆 只是說如果有十個人按讚 我一回答就回答了十個人的問題 其實只是這樣子而已 我們並不是覺得說 什麼代表性是非常重要的 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所謂的inclusive growth 就是很榮幸的成長 就跟這個圖一樣 就是說我自己 致力做的就是SDG時期 包含所謂什麼 礦品人權啊 剛剛講一些開放的平台啊 化政府部門合作等等 這些都是SDG時期 都有些明確的目標 但是SDG時期的精神就是說 你在做17個時候 另外16個目標 它必須要是起頭拼勁 你不能說去做這個 良好工作及經濟 經濟成長的時候 要犧牲掉南洋生態 或要犧牲掉這個 優質教育 或者是行業平等 那反過來 也不能說專門做其中 應該要犧牲掉另外兩個 這些都是要起頭拼勁的 那這個是我們目前 為什麼我們現在把SDG 不只是我們的所謂的 成長發展 而是整個台灣的永續會 或者是台灣的外交政策 裡面都加上SDG 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要傳達一個很清楚的訊息 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排序 每個人可以有各種排序 但是我們的principle是說 Leave the one behind 就是說不是做一個 然後犧牲掉別的 而是起頭冰淨的一個概念 任何人或組織 要evented都很重要 規矽度少一些工業的體系 可以提供什麼incentive 讓他們更積極協助 建立更開放 更創新的環境 其實我剛才稍微有回答 就是說我們吸收風險 然後共享credit 我想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吸收風險的另外一個例子 是我們總統背的 社會創新黑客從 那這個概念就是說 我們讓這個總統的一些證件 可能目前沒有完全兌現 會有更好的做法 那這些呢 我們就開放社會個檢去提案 然後每個人都可以提很多的案子 想有一些朋友想要用科技開語 幫做武器級病凶 有人還用這個 遠距醫療來建構疫症的生態圈 然後甚至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有一些是 團隊一看就知道是一個部會 那有一些一看到就是 一個媒體 像是天下雜誌等等 但是有一些是非常混合的一些團隊 那之前我們選出了二十隊 那我們會給三個月的輔導期 然後有資料缺人的幫他找人 有人缺資料的幫他找資料 那像天下那個智水前橋追追追 他就是要工程會的所有以前 花在智水的所有的 款項的工程的進度 跟花的錢跟照標的資料 把這個跟他實際的智水的成效加以勾結 那工程會以前從來沒有釋出過這個資料過 那但是因為總統背 社會創新黑客從他的主辦 然後是總統 所以就是說總統不是PM 所以換點資料在中研院 還是在國史館 還是在什麼別的地方 行政院調不到的 應該都調到